Oro Hello everybody,我是Gin 今天也是淘寶開箱的一集 think care?我的淘寶有 6公斤 我的淘寶又來了 這個6公斤呢 淘寶裡面其實有衣服阿 手饰啊 还有包包之类的 因为我的淘宝是根据系列的 所以今天我只开箱包包科技 姐妹们除了衣服 我们还有买不完的包包 超级平价百搭的小包包来咯 说到这期视频的你们赚到了 因为我的包包全部都大概是25块或者20块以下 甚至还有10块匹以下的包包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款 其实这款我大概是几个月前就买了 我几乎就是每一天都穿这个包出去 它也算是一种腋下包 超好看 这个设计很精致 和其他腋下包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其实是比较长型的 它这里是有形状 然后它比较硬缓 这里就有那种金属的衬托 就一看起来它是设计款 而且不会撞款的一款包包 这个是我每一次穿法式穿搭的时候 我一定要带的包包 它超级配那些法式穿搭 这个包包怎么能那么好看 这个还要我说吗 你们一定要买它 来我们上照片 对 这个就是Lisa同款的月牙包 为什么它叫月牙包呢 因为它很像长得很像月亮这样 它是那种古董 Vintage的花纹 然后它这里的肩带 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它可以根据你的身高调整 这个才19块马币 所以你们一定要买它 这个是很可爱的月牙包 这里会附上一条金色的袋子 其实你可以这样背 也可以这样领 它就会很好看 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实用性可言 因为它其实如果塞下一个钱包过后 其实是完全塞不下你的口红那些 而且你要怎么打开它 你要这样打开它 你才能放你的东西 所以其实是超级麻烦 不过因为它很美 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 如果你们要搭配野餐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包你们一定要买 它一定 它拍照的话是超级好看的 你们看啊 它完全塞不进 这么小的群包它也塞不进去 你们看到这个吗 这个超级可爱 它这里有那个珍珠的 它是小方的包包 我一直很想买这种包包很久了 这个颜色我太喜欢了 它无敌鲜白 如果你斜挂的话 其实它这里有一个很长的链条 它会变得很好看 尤其是你穿那些西装啊 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想要增加一点 可爱的感觉的元素 你可以带这个包包 它虽然容量很小 可是你可以把它当成配饰来用 这一款其实有四个颜色 你们可以去看它的店铺 还有一个小的 还有一个大的 可是我买的是 the size是小的 它很像只有八掌型大而已 B&Fone基础款 B&Fone的女孩买起来 如果你要做B&Fone的女孩 你一定要买这种夜下包 这种搭配B&Fone的穿搭 真的很好看 这个我买回来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一点黄 现在有一点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不用紧 你可以买这一款 而且在淘宝上面上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 我记得它们大概是有 七到八种颜色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去购买 这一款就是紫色的夜下包 你们猜猜看它才多少钱 这个才六块钱马币 我超级喜欢这个紫色 其实我很想买很久了 我买了两个颜色 我买了一个青色 还有紫色的 这个就比较搭配那种B&Fone 还有运动妆 很可爱它的颜色 这个的包身是很柔软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款也是非常经典的夜下包 这个我也是建议购买 如果你喜欢很像糖果色的包包 这个是绿色的夹二语文包包 它的颜色你看是青色的Avocado 超级特别 我超级喜欢它的设计 因为它这里有设计款的压克力 这个它就很小 它背起来 这个袋子就会有点长 所以身高矮的妹妹就不建议购买 如果你们喜欢特别款的 你们可以去这一家店铺找 这家店铺的包包 全部都是六块钱而已 它虽然很小 像巴长大的 可是它的容量超级大 下一个就是超级有设计感的 云朵包 这个超级有设计感 你看它的压克力链条 还有这个颜色 这个奶茶色大家不觉得它很高级 这个你穿起来就超级高级 然后很法式的感觉 这个其实我是看了很多法国博主背着的 所以我才会买 如果你喜欢法式的话 你一定要买这一款 这个超级夸张 是真的 如果这个有谁 你背出去应该没有人敢抢你的包包 好啦 这期淘宝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当然也不要忘记follow我的Instagram 刷期要到了 你们准备好多手了吗 下一期我会一次性介绍 评价又好看的店铺 记得继续关注我哦 拜拜